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乡说 女人 军入省乡 遥控指挥的神秘人物 错综复杂的关系 我父亲写的方式来了 我不要管他 因为他还被抓了 因为心里面有的 那可能是犯错的 亲情 爱情 友情交织下的罪恶 害人害己 香水有毒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明镜 2012年12月24日 贵州省尊崇高速公路 松砍毒品检查站 例行的武装检查 一辆黑色的把马轿车引起了注意 发现这个包摩的标志是贴上去的 仔细一看就是个中华车 插几名镜就有点紧急了 这个车怎么会它要改装个标志呢 私自改装机动车是违法的 这个三十多岁的男司机说 他改装车就是觉得好玩的 警察注意到车里还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六岁大的孩子 司机说他们是一家人 轿车的后备箱里 异常零万 散落着各种杂物 这是什么的 包藏的 这是包藏的 刚才的时候 他的手感觉他比较紧 当时我们就要考虑这个车子是不是透了 把车表都盖了 就会你是不是这个枪打 是一个刀枪吹的 冰杆 冰杆 蝎子 擦了吗 冰杆 压在这麦袋下面的 有个黑色的树叶口袋 从大看一看 一扎一扎的全之内 这可以严格的这个 当时我们简单数一下 就算是三万 面对警察的询问 轿车司机支支吾吾 这个时候 检查后备箱的警察 突然大喊了起来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刚才被警察突然靠住的人 叫段飞梁 段飞梁说 他开着车 带着妻儿去重庆旅游 正通过贵州童子县的松坎收费站 准备返回云南宝山 可这个时候 警察有很多疑问 他的车是经过改装的 后备箱里边又藏有大量的现金 段飞梁承认这些钱是他的 但是他说不出来具体的金额 这些钱是他偷来抢来的吗 段飞梁夫妇被警察 带到了高速公路旁的毒品检查站 接受询问 另一组警察 则在院子里仔细检查着段飞梁的车子 段飞梁的车后备箱里有一个黑色的塑料大 里面除了装的现金 还有一个蓝色的塑料小包裹 就是这个包裹让警察意识到 必须当机立断控制住段飞梁 经过快速检测和称重 警察确认这个包裹里有毒品麻骨180多克 段飞梁说 他知道松坎收费债 常年有警察设洽检查毒品 他没有理由在自己的车里放毒品 自投罗网 他一脸的无辜 不像是在说谎 而他的妻子始终低着头 一句话也不说 段飞梁夫妇携带了180克的毒品 已经触犯了刑法 警察随即将他们刑事拘留 移送到看守所进行进一步的审讯 在审讯中 警察也始终有一个困惑在心里 人 毒品 钱都在一起了 这个台误也被藏了 这个岛上的人 做病生意 他都要人和分离 那么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 被人增长陷害了 这种啊 肯定是他在我们住的那个旅舍里面 他接过我的车 接过我的车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给我进去的 段飞梁交代 他这次全家去重庆 实际上是帮助一个叫阿龙的云南人 介绍重庆的毒品买家 车里的现金是阿龙给的酬劳 本来阿龙是开了一辆车 要跟他一起返回云南的 不知为什么阿龙中途突然停了下来 让段飞梁开着车先走 从被抓到到现在 我一直都在想 为什么他让我在前面 给他探路 可能是他把毒品故意放到我车里面 让我在从康备查到的时候 他趁机的时候 他就冲过去了 这样 就像我只是他一个T4鬼一样 即使查获的毒品 是有人栽赃段飞梁的 但段飞梁 介绍别人买卖毒品 也同样涉嫌犯罪了 有这个阿龙 它实际上还有毒品味的 有 有好多 有5包 段飞梁说 他在重庆看到阿龙的车上 不仅有5包毒品 还有一支 意大利波莱塔军用手枪 当时停了去一支枪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是感觉到紧张 这枪是意大利才能支持手枪 担忧的是射不法 意大利波莱塔920半自动手枪 单价容量15发9毫米手枪弹 具有很好的射击准确性 和持续的大杀伤获力 被美国等多国部队青睐 阿龙有这样的一支 大杀伤力的手枪 武装贩运毒品 不得不让人紧张 那么这个阿龙 他在哪呢 车快好吗 车快好吗 我知道是已经安慕了 上海大众 上海大众 那边是什么呢 银灰式 你们打的一包 十多公里吗 马后的包装他都要过来的 他马上要过来的 松看毒品检查站站长蔡健 立即通知所有路面的警察 密切注意 并且随时准备武装拦截 阿龙驾驶的嫌疑车 设下拦截的警察们 刚刚做好了准备 一辆可疑的车较 一辆可疑的车辆 就示弱他们的视线 这是一辆悬挂 云M牌照的银灰色大众轿车 车是由一名 二十多岁的年轻男性驾驶的 同样是在后备箱 在一个旅行箱里 警察有了更加吃惊的发现 旅行箱里满满当当的 装的全是成捆的百元钞票 这一箱子的现金 到底是多少钱 司机也说不清楚 当看到警察 从后备箱的底部夹层里 找到了一个白色的塑料袋 进行检查时 这个司机开始紧张的后退 向司机离开 请查明 这个逃跑未遂的司机 叫徐兴隆 徐兴隆会不会 就是段飞梁所说的阿龙呢 你身上的多瓶我钱 这是哪个呢 是我建的 建的呢 对哪个建的呢 从前 从来看进那个房间里面 房间里面 房间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他根本不承认是他自己的东西 就是说是偷雷 他也根本不讲 前面和这个 前面插刀子两个谁的关系 根本不提自己是 所以我就悄悄地 就叫段飞梁做了一个秘密的辩认 然后段飞梁就告诉我们这个人就杀了 我们就心里面就比较踏实一点了 徐兴隆的身份确认完毕 院子里的警察也完成了对徐兴隆车里 现金和毒品的清点 这个装满现金的旅行箱里有现金110万 同时警察查获的 还有一包义工精重的毒品麻骨 徐兴隆的车子已经被警察里里外外地搜了个遍 但在现场 同志县官局副局长顾浩成 要求警察再搜一遍车子 按照段飞梁的交代 阿龙车里应该有五包毒品和一只手枪 但是警察搜遍了阿龙车子的每个角落 也没有找到手枪和剩下的四包毒品 他把毒品和枪藏在了哪里呢 我们就问阿龙 就为了阿龙 一直一句话不说 基本上就是我们手术来 就是保持沉默 警犬把阿龙的车子再次检查了一遍 却依然没有发现毒品 但是不久 一个新参加工作的年轻警察 却在阿龙的车子里有了新发现 我大概是一门 找了一层香水 用女人用的香水 比较清香 香水 比较清香 她不是男人用的就无能香水了 女人 把这个从今的一个消息 完成一整 却用手枪 把发指的 可能要是要引发抢斩 潜逃的女人无影无踪 宾馆监控 记录下肮脏的交易 洛瓣的同伙能否引蛇出动 香水有毒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一个男人的车子里 怎么会有女人的香水味道呢 而且这股味道还比较浓郁 刚参加工作的年轻警察小徐 还发现 这个车里边还散落着一些 不太引人注意的东西 把这些东西和香水的味道 联系在一起 小徐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断 小徐发现在阿龙的车子里 散落了一些妇女用品 在副驾驶的座位底下 还有一张女人的身份证 身份证上的人叫熊琼玉 26岁 也是云南人 那么这个熊琼玉又是谁呢 阿龙说 车里的身份证和香水味 都是头天晚上 他在重庆 找到那个小姐所留下的 警察的质问 让阿龙有些慌乱 他再次沉没了 拒绝回答警察的所有问题 警察更加怀疑 这个叫熊琼玉的女子 很可能就跟案件有关联 而在隔壁的房间里 审查段飞良的警察 从他的相机里 发现了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 断飞良说 阿龙的媳妇 绰号叫熊猫 也有人叫他阿玉 而阿玉的照片 警察越看越严收 这个相片 和我们在 事先在阿龙车上 查到了这个 阿玉的身份证上的相片的对比 就非常的相似 经段飞良辨认 身份证上 这个叫熊琼玉的女人 就是阿龙的女朋友阿玉 段飞良还说 高速路上 他跟阿龙分手的地方 距离毒品检查站 大概20多公里 分手的时候 阿玉还坐在 阿龙的副驾驶所为上 但是现在 阿玉为什么不见了呢 警察推断 阿龙故意在段飞良车上 偷偷地放了一些毒品 让段飞良的车子 开在前面探路 然后 他又让阿玉 带着毒品和手枪 提前下车 绕关壁卡 逃避检查 这说明 阿龙已经知道 前面的段飞良 已经被查获了 如果这样 那么阿龙为什么 还要在自己的车里 留下一包毒品呢 他现在是拒不交代 这些疑问 或许只有在抓获阿玉之后 才能知晓 而要找到阿玉 首先就要找到 他下车逃离的地点 我们那个高速路 一边是靠山 一边是靠悬崖 悬崖下去过后 就是我们老人 跨打 日耀宁跨打 高速公路是全封闭的 再加上路两边 是悬崖峭壁 在高速公路上下车 并离开 并不是那么容易 阿玉最后出现的地点 距离毒品检查站 二十多公里 警察沿着这个路段 排查下去 发现整个路段 只有一个地方的 高速护栏 被人为的撕开了 一个口子 越过路坑 那个路坑从高速路 可以很轻易地 就越过那个湖南 就可以进入一个山道 顺着那个山 就可以躲避开 我们那个检查 那个卡的那个位置 确定了阿玉 逃离高速公路的地点 警察丝毫不敢耽搁 立马对阿玉开始了追捕 因为这个女人 身上不仅有毒品 还有枪 来 续修 从这个阿龙的车上 提取了他的修院 调动了金犬 在阿玉波林下车的地方 周围的那个山里面 大山里面 进行金犬进行搜索 这代武功的职位 全面细致搜索 此时是下午两点多钟 距离阿龙被截获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这也就意味着 阿玉已经迁逃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分析了 这几个人就是云南宝山那边的人 如果他潜逃 应该要从我们贵州 过高速公路 进入云南 另外一个组都追捕 都准备 往通知方向 追击过来 就发现了个女人 就是注意观察了个女人 看到就把人通知了 一张追捕阿玉 追缴毒品和枪支的大网 全面铺开 但是山区面积广 地形复杂 什么时候能抓到这个阿玉 谁心里都留地 而阿玉携带枪支潜逃的途中 会不会开枪伤人 这更是让警方担心的事情 对阿玉的追捕再进行 警察也已经着手下一步的行动 段飞梁交代 这次参与重庆贩毒的有六个人 阿龙阿玉提供毒品 他和妻子负责联系 重庆的买家陈江和张承友 陈江和张承友熟悉 的毒品市场 警察分析 阿龙之所以现在拒不承认贩毒事实 是因为毒品已经被阿玉带走前逃 警察也并没有掌握 他们在重庆交易毒品的直接证据 只有抓住了重庆的下线 才有可能获取阿龙贩毒的直接证据 在重庆 远道而来的贵州警察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正在一步步接近 重庆毒贩成江的住处 而此时 山林里对阿玉搜索的警卷 似乎找到了线索 警犬带着警察穿越山林 没料到 当他们一路跟踪 到了一条公路前的时候 警犬的线索就此中断 警犬追踪到了公路上 彻底断了嗅觉线索 警察分析 阿玉很可能就是在这 搭乘上了一辆车逃走了 警察拿着阿玉的照片 沿路也问了附近的村民 没有找到曾经见过阿玉的目击者 至此 追捕阿玉和追缴毒品和手枪的行动 严重受阻 那么奔赴重庆寻找阿龙下线的另一组警察 会不会有新的发现 进而找到追捕阿玉的线索呢 按照段飞梁的供述 成江的家就在这个胡同的尽头 他是在重庆一个成江街货户的铁路销区 必须明明抓住 民警在他房子外围不空 就听到了一个男生的打电话的声音 他手上就问 那个打几次电话都打不通 屋子里的男人还在给别人通知话 仅仅一枪之隔 警察突然听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 当时他的电话上他们就问 他就问阿龙啊 阿娘啊 他们在干什么呀 侦察员听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他就更加了确认 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抓来成江 警察续组控制住了 刚刚挂掉电话的这个男子 他就是阿龙和段飞梁 在重庆的下线之一 成江 那么刚才他在跟谁通话呢 成江交代 刚刚给他通话的人就是阿玉 阿玉说他跟阿龙走散了 担心被警方查获 成江说 他被捕前曾在电话中建议 阿玉尝试着跟段飞梁联系一下 那么阿玉会跟段飞梁联系吗 在重庆抓捕的警察 迅速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贵州 安排专人密切注意段飞梁的手机 等待阿玉的电话 随后他们又在成江的带领下 将另一名下线张成友抓获归案 重庆毒贩张成友说 他跟阿龙段飞梁的毒品交易 是在重庆的一家宾馆进行的 警方很快找到了 张成友所说的那家宾馆 尽管阿龙并不承认 他在重庆犯过毒 但如果宾馆的监控 能拍到毒品交易的过程 那么阿龙也就很难抵赖了 他们第一天到 宾馆的监控显示 阿龙和段飞梁他们入住的时间 是12月21日 入住后 他们很快开始着手 和重庆的买家见了面 熊熊鱼 熊熊鱼 好 来 去新闻 阿龙 李明山走的 李明山 应该就是阿龙叫他们 去带那个大水远去 把毒品拿出来 8点20分 熊熊鱼带出张承友进来了 熊熊鱼把张承友 带到他们做亲事 应该是去看 验货吧 监控无法拍到房间里的情况 但根据张承友交代 当时他进屋是要验货的 看完样品后 他认为马骨的质量不是很理想 所以只够买了 3500克的海洛因 支付了部分毒资之后 他提着装海洛因的袋子 离开了宾馆 剩下的毒资 则是第二天早上 由成江送到宾馆了 成江交代 他拎的袋子里 有一百多万现金 是用来支付剩余毒资的 当时阿龙还没有起床 他就把钱拎到了断飞梁的房间 几分钟后 阿龙来到了断飞梁房间 把钱拎回了自己的屋子 至此他们的毒品交易完成 躲过了警犬追捕的女人 却为何深夜打来电话 要引起大雨怀念 你怎么关注这两个毒 电话帮你打了 重庆宾馆的监控录像 让警察掌握了阿龙他们 在重庆进行毒品交易的证据 据警察了解 成江和张成友将买来的毒品 通过当地的一个毒品组织 迅速的流入了销售环节 那这个毒品组织 正好处于重庆禁毒部门 严密的监控之下 于是贵州警方就把追缴毒品的工作 移交给了重庆警方 现在阿龙这个跨省的武装贩毒团伙的下线 已经被抓获 还在潜逃的阿龙的女朋友阿玉 又在哪呢 冬季的山区里夜幕已经降临 此时距离阿玉潜逃 已经过去了三十多个小时 这个身仓毒品和枪支的危险女人 到底在哪里呢 在获知了阿玉 很可能给段飞良打电话的情报后 警察设计了一个抓捕方案 警察一直守着段飞良的手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他的手机却一直没有电话打进来 直到晚上九点多钟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来电话的正是警察苦苦寻找的阿玉 都是你正常的说话的口气 不要引起让阿玉怀疑 主要让他讲说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当时就在那个电话面就停了 还因为那个阿玉就问他 说是你找查没的 找抓没的 阿娘就说我是找查了 当时就在我身上查了一会儿 做了我妹的事情 都把我放了 然后阿娘转过来他就问阿玉 熊熊玉在电话里说 他正坐的客车赶往昆明 天色太黑 他也不知道车子走到了什么地方 但如果不能获取熊熊玉的具体地点 警察很难对他进行追击和抓捕 突然电话里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说了一个名字 关灵位于云南省和贵州省交界处不远 距离松坎毒品检查站有400多公里 客车如果过了关灵 很快就会驶离贵州省抓捕阿玉迫在眉睫 阿玉身上带的有钱 如果在检查站公开的这样查解 把他引起高度的警觉 如果他别反抗 带枪出来 至少全是盛开的话 可能能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 有爆发子弹 那么很有可能朝鲜 互相对省 可能要引发枪杆 所以那么主要只有自取 在接连抓获了阿龙 段飞梁 还有他们在重庆的下线之后 这个武装贩毒集团 才显露出了冰山一角 怎么能揭开幕后更大的贩毒集团 关键是要抓住即将和警察短兵相接的阿玉 阿玉混迹于大客车的乘客当中 他随身带着毒品 军用手枪 还有八发子弹 枪战或许一触即发 怎么才能保证抓捕 万无一失呢 警察随后发现在官邻附近 有一个高速服务区 客车途径这里都会稍作停留 方便乘客休息 警察决定在高速服务区里 着变装对过往的车辆进行利益检查 司机抓捕 夜里11点多钟 一辆大客车拾进了服务区 乘坐是机上的乘客 上下车 和谁要上车所的这个机会 我们的侦察人员 密密的靠拢 随着乘客都上了这个车 便义警察早将阿玉的相貌记在了心里 上了客车没多久 就在客车的后半部分 一个靠窗户的位置发现了阿玉 便义警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控制住了他 当时把你们打开 夺屏 手枪全部在袋子里面 你看枪是上当的 哦 这是什么东西 慢点慢点慢点 看看看看有指甲没的 看看慢慢的 先把弹架推的 先把弹架推的 推到弹架 然后拿盘看看 看看有指甲没的 好好好 摆在外面 摆在外面 把子弹 把子弹推下来 摆在枪的前面 因为你不得了 这些是什么东西 小马 小马 小马是 这是这个吗 我们审选都在这边 觉得这个位置 阿玉没有想到 警察会突然出现并将其抓获 在他随身携带的行李中 找到了毒品和手材 我把手材先跟你说 你很年轻 才二十多岁 还有很长的是 人生的打落 在这个反正的过程当中 你参与了那些事情 你要主持的 被弹架机关做清楚 好不好 争取理工 争取款导处理 此时的阿玉 已经完全没了主意 他交代是阿龙 故意让段飞梁在前面探路 但是阿龙一直没有接到 段飞梁的电话 所以认为 段飞梁被警察插住了 于是阿龙就让阿玉 带着毒品和枪 提前下车 从山间小路 绕过检查站 避开检查 在慌乱中 阿玉在阿龙车里 落下了一包毒品 这也就是警察在阿龙车里 查获的那包毒品 一二三四五五千八公斤 阿玉还交代 他跟阿龙 也只是别人的麻仔而已 他们的背后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人 在给他和阿龙提供毒品 但是那个幕后的神秘人物 他并没有直接的接触过 在阿玉随身携带的手机里 警察发现了这样的短信记录 小熊 打这个电话 输 段飞梁 也没有消息 不要急 再等等 你在车上 多小心 几个小时到昆明联系我 这些短信 都是阿玉在潜逃期间收到的 短信的内容 似乎是在指挥阿玉 在手机里 给阿玉发短信的人 名字被存为老爸 而阿玉却叫他叔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遥控指挥的神秘人物浮出水面 混社会的 人家都叫他老大 在这个开店里面 带了几十个小鸡 寻找徐叔 较量在中缅边际 他对行李人 应该常有武器 说的武器的也就是枪 抓捕现象观生 假如一两分钟 那个门装不开的话 后不可射想 较量仍在继续 大鱼的背后 还有大鱼 香水有毒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阿玉说 曾经听阿龙说过 老爸的绰号叫徐叔 但是他具体叫什么 他不知道 这个人他也没见过 每次都是徐叔和阿龙 单线联系 但是阿龙一直否认认识 这个叫徐叔的 发短信的人 警察分析 阿龙阿玉身后 这个跨越中缅边境的 大毒枭 就是这个绰号叫徐叔的人 徐叔发短信的手机号码 归属地是云南宝山 贵州警方马上把手机号码 通报给了云南宝山警方 请求协查 宝山警察发现 这个手机号码 跟他们正在秘密监控的一个 涉毒案件 有关系 2011年10月11日下午5点多 在云南省宝山市九龙路 一名妇女骑了电动车 正常行驶在公路上 危险发生了 一辆飞驰二锅的汽车 从后面静止向那个妇女冲去 巨大的冲击力 将这名妇女撞到在地 之后 赵氏车辆又继续行驶 又连续撞到了几名行人和车辆后 在长途汽车站附近 熄火停了下来 到达现场的交警 控制住了赵氏司机 并且认定 事故原因是赵氏司机 吸食了大量冰毒之后 驾驶车辆 这起事故最终造成了 八人受伤 五车受损 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宝山市境内 又相继发生了多起 因吸毒造成的刑事案件 偷盗抢劫伤害案件 时有发生 并且因吸毒产生的 自杀自残事件 也呈上升趋势 警方摸牌了解到 宝山市侠区内 盘踞了一个销售毒品的犯罪网络 在调查过程当中 有一个地方就引起我们的怀疑 这个是一个宾馆 根据群众举报 这个位于白纸方的景瑞宾馆 经常有社会上的无业人员进出 而且入住登记的这些人 是赛策的吸毒人员 宾馆的老板 姓段 叫段超武 是混社会的 在社会上人家都叫他老大 还有前科 曾经被我们打击处理 那么这个段超武 会是贵州警方通报中所提到的 那个绰号叫徐叔的大毒枭吗 警方在酒店的外围展开了侦查 同时对重点人员也进行了调查 证实这里确实存在着聚重吸毒的情况 警察发现这个段超武 只是一个零星贩毒的麻烦 经过调查 景瑞宾馆这些吸毒人员的行踪 警察又发现了另外的一处吸毒窝点 他位于龙湾区高桥附近 一处隐蔽的出租房里 我们观察了 每天下午两三点开始 就有大连的吸毒人员 就往这个房间里边去 每天有级别上二三十个 鼻子太麻烦了 刚才会见他们人过来扑鼻子了 出租房里边租房子的人叫 姓赵 人家叫他赵姑 经证实赵哥名叫赵成林 五十多岁有吸毒史 如今他和一个叫高岳梅的女人住在这里 正是他们向当地的年轻人抖售毒品 事情还不仅如此 警方还发现赵成林和高岳梅 已经把触角伸向城里的娱乐场所 这个女的呢 在我们宝山一个 那个TV里边上班 带了几十个小鸡 而且来是高岳梅 在向他们提供这个毒品 警察发现 高岳梅的毒品来自赵成林 而赵成林毒品的持有量 比段超五要多很多 赵成林会不会就是阿语口中的大毒销徐书呢 警方经过深入的调查发现 赵成林也不是这个大毒销徐书 因为段超五和赵成林两个毒品团伙 销售的毒品加一块 也不能满足近期突然增长的毒品需求 显然 在他们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上家 这个上家控制着宝山市 以及周边地区的地下毒品零售市场 每当段超五和赵成林手里没有毒品了的时候 他们都会打同一个电话 联系同一个人购买 显然 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徐书 2013年1月 负责调查段超五和赵成林的宝山警察发现 段超五和赵成林再次找到徐书购买毒品 并且相约一起吃饭 这个人应该就是警察苦苦追查的幕后毒销徐书了 一个多小时后 他们吃完饭走出了饭店 徐书终于露面 警察派侦察员24小时不间断地对他进行了秘密跟踪 以求尽快掌握他的更多情况 经过多日的跟踪之后 一些跟徐书来往较为密切的人 逐渐显现了出来 之前警方掌握的贩毒团伙成员段超五和赵成林 都跟徐书有联系 所以说我们就以他们三个作为重点的 就开始扩线来经营 寻了这些人的踪迹 警方再次展开了大规模排查 最终出来的结果让警方自己都大吃一惊 仅定期向徐书拿货的下架就有15个人 贩毒的人数超过了50人 分布于宝山市辖区内的各个区县 但是徐书的毒品又是从何而来呢 这些目前警方并不清楚 简单抓到几倍的毒品 那你其他又处理不了 其实还是打不了王 那也就是说还是实际不成熟 徐书并不生产毒品 那么他所销售的大量毒品 一定还有更为隐秘的警惑渠道 宝山警方一边继续秘密侦查取证 一边等着徐书有所动作 1月24号我们得的消息 就开着那个红色轿车 别克轿上来就去到瑞丽 我们或许的情况是 去向境外的毒贩购买毒品 到达瑞丽的徐书 几乎没有出过宾馆的大门 也不见他与任何人来往 可是两天后 他手下的一个马仔董国德 突然租用了一辆货车返回了宝山 警方判断毒品交易可能已经完成 狡猾的徐书仅仅是在幕后操纵了这一切 根据我们掌握他的贩毒规律 就是他基本上半个月20年左右 他就要进一次货 经过半年多的秘密调查取证 警方掌握了徐书 在宝山市的全部贩毒网络 2013年3月13日 警方获得消息 徐书再次去了瑞丽 向境外毒贩购买了12斤冰毒 全部在我们掌控当中了 并且呢 我们还掌控到 他运回来这批毒品 当时有哪几个人 在跟他分销更晚 2013年3月17日 警方决定对徐书为首的特大贩毒集团 进行收网抓捕 这次行动分为15个抓捕组 这张单车 我打住了 犯罪行李人呢 应该常有武器 说的不是的也就是枪 这种杖劲呢 有些东西是烧中即死的 你说你必须要快 你只有速度越快 你的危险就越小 你速度越慢 你的危险就越大吧 到最后变成对峙了 对峙了 可能我们还要付出 更惨重的代价 他在四个人 两个跟住里面 里面就是 逃不及你 凌晨五点 各抓捕组全部就位 指挥部下达了抓捕命令 位于金基镇的一号抓捕组 率先行动 警察通过侦查确认 徐叔就在这个门里面 然而一开始 警方就遇到了麻烦 铁制的大门 阻碍了侦察员们的进度 假如一两分钟 那个门撞不开的话 那可能就是后果 就像我说的不看事情 寂静的夜晚 撞门声格外刺耳 透过变形的门缝 侦察员们看到 里面的楼梯上 居然还按着铁制的栅栏 抓捕现场的气氛 骤然紧张了起来 居然看着很普通的一间房子 但是呢 他家呢 也是撞了很多防盗楼 门撞不开怎么办 一两百号人就等着你 撞捕犯罪行李人成不成功 只有你抓捕了整个案件 才能全面告破 侦察员在楼后面的隐蔽处 发现了一个垃圾道 通过这里 可以进入楼房的内部 门终于被攻破了 侦察员冲上楼 抓住了正在分藏毒品的叙述 毒箱徐叔的真名叫徐晓燕 在徐晓燕的家里 警察很快就找到了 窝藏在柴火堆里的图片 一号目标成功抓捕 指挥部循序下达命令 另外十四个抓捕组 也开始了抓捕行动 当天的行动 警方共抓捕犯的嫌疑人31名 缴获各类毒品18公斤 枪支5支 捣毁林兴的西贩毒窝点15个 大毒销徐叔 真名徐晓燕 2003年曾经因为贩毒 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2010年年底刑满释放 回到了宝山 他又重操就业 这回他贩毒的网络 比以往更加隐秘和复杂 而他就是之前贵州警方 截获的贩毒嫌疑人阿龙的亲生父亲 这也就解释了 当初阿龙为什么始终拒不交代 自己上家是谁的原因 在看守所里 徐晓燕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积极的要求立功赎罪 徐晓燕交代 他的上家是境外的供货商尹某 那也是一个中国人 但常年居住在境外 一直跟徐晓燕保持着联系 徐晓燕说 他可以引蛇出洞协助警方抓捕 喂 大家 你在这儿准备一下活 我只能过一两天 因为他们外甥这个活老师的步骤了嘛 这次适当地再增加一点 增加到这摇一波跳这次 上次我全年的五万天了嘛 我这次一次性待着下来 好好好 说话一定要注意 不能说漏罪 就是一定要使他相信 要让他过来 按你的感觉按照这个话 他会相信你吗 当时我的感觉呢 就是会相信我 为什么 那毕竟我跟他教育了几次 教育了几次 他也是 我咬进那种活 他也是老老实实拿那种活过来 我付着他的钱 说多少就是多少 据徐晓燕交代 这个性隐的人是个女人 他们之间的交易已经有好几年了 在与尹某接上投资后 警方立即押解徐晓燕赶赴锐利 在瑞丽 毒贩们经常落脚的酒店里 警察替他们开了两个房间 一名侦察员 化妆车马仔 紧跟在徐晓燕身边 密盘设备则设置在隔壁的房间 在酒店的周围 警方设置了暗上 一张大网就此张开 下午两点 一个女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她就是徐晓燕的 境外毒品辜货商 陈某进了房间 但警察并没有立即实施抓捕 因为他们需要人赃巨货 全场养货 就是她拿两种三种过来 我要卡 卡了我要那一种 那才说着她 我要那一种火 她才 她才回家才可 阻止这一种火了吗 在看完样品之后 尹某离开了宾馆 当天晚上 徐晓燕接到了尹某的电话 他们相约 夜里的十一点 在瑞丽的弄倒交易 夜里十一点 尹某准时出现了 早已埋伏好的警察 迅速把她控制住了 在她随身携带的包裹里 有100多包毒品 总重量20多公斤 至此 一个从境外购买 销售到云南 贵州 重庆等多省市的 特大武装贩毒集团 被警方彻底打掉了 而在此之前 被贵州警方截获 始终不愿意开口 交代犯罪事实的阿龙 也突然开了口 身陷铁窗的阿龙说 收到了老爸的来信 知道老爸也被抓了 他并不感到意外 上一次 他的老爸被抓 当时他就在现场 2003年 阿龙的父亲徐晓燕 因贩毒被判入狱12年 阿龙说 母亲是个农民 没有什么文化 父亲入狱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 管教他约束他了 从那时起 他就开始混迹社会 并且吸了毒 那这条路啊 也许是我把他带上来的 或许是 我这道父亲的 这一面镜子 不用白号 不用白正 不用把他找到这路上去 应该来说呢 确切地说呢 这个责任全在我 如今 父子俩都深陷 高墙电网之内 一人涉毒殃及全家的 其实除了徐晓燕父子外 还有一开始就被抓获的 段飞良夫妻 他心里最惦记的是自己的儿子 跟年少的阿龙一样 段飞良的儿子也是眼看着自己的父母被警方抓获的 事实上 这对夫妻被刑拘之后 贵州警方已经在考虑如何照顾他们的孩子了 而童子县当地没有儿童福利机构 警方只好把孩子送到了当地的敬老院 请专人带为账料 记者来到童子县敬老院的时候 段飞良的儿子正在院子里一个人玩耍 敬老院的院长说 孩子刚送来的时候哭得特别厉害 或许是有些人生 孩子总是用摇头和不知道来回答记者 好了站好了 收服 警察 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人警察 警察 警察 你喜欢当警察吗 为什么 我儿子在读书的时候 他就想长大了就是当警察了这样 结果再看到他自己的爸爸被警察抓起来 肯定给他有一个不好的影响 就是希望他长大之后不要像他老爸一样 不要走错路了 记者在采访中对徐小燕 阿玉 阿龙 还有段飞良印象非常深刻 他们都是从亲人之间相互吸毒开始 逐步走向贩毒道路的 我们通常所说的亲人 都是把最美好的东西和别人分享 而把徐小燕和段飞良这两个家庭拉入深渊的 却是因为他们分享了毒品 到了今天 他们也只能承受锒铛入狱的后果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进日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明天见